你敢相信不可一世的风之一格尼斯·温迪 居然会被汉诺三骑士给扎了个头新凉吗 上一秒还是能凭空硬卡的身躯 下一秒就变成了针锋中残竹的眼球 原来就在刚才 生命值降到100的左领导使出了V6中的首次通调 召唤出了枪管装田宁蒙 一举击败了风之一格尼斯·温迪 眼看温迪就要被汉诺骑士处形 小黑下意识地喊了出来 左领导见状不为所动 救完就往地上一扔 看来莱特宁哥不是个爱护同伴的人 小黑明白这是左领导设下的语言陷阱 出生就是帮助同伴不出生就是无情 反正无论怎么说一格尼斯在左领导的嘴里就是有罪 随着温迪的战败和尊哥的来源 局势变成了三方会谈 突然两个光影地出现让作尊二人大吃一惊 好家伙 这应该就是三代暴乱了吧 这时莱特宁哥身后的程序显现 没错 令所有人不敢相信的建国 正是以草哥的弟弟草制人的意识构成的程序 左领导表示汉诺的猜测正确 莱特宁哥的原型人类就是草制人 要不然莱特宁哥也不会闲得没事去导他 话说这么看来 这个原本就封闭的自闭小伙 确实容易产出次品伊格尼斯 此时随着鲍曼兄弟的到来 三方会谈变成了联盟两对一 一直没有表明的态度的莱特宁哥表示 温迪的管理人类想法正是他的原始思想 而由于鲍曼使用的裁决之史是毁灭电子界的力量 所以布林梦和小黑也反应过来 莱特宁哥就是毁灭电子界的元凶 事情的真相莱特宁哥不敢交代 所以我也没必要特意解说 反正莱特宁哥现在说的都是谎言 但与人类开战 想要管理人类却是真的 正如红尚博士当年所说 AI管理人类会导致人类与AI开战 所以左领导才会在五年前率领汉诺骑士袭击了电子界 虽然没有成功 但却加速了二者间的队里 间接地促使了莱特宁哥毁灭电子界的世界 总之莱特宁哥向人类与和人类友好的伊格尼斯宣战 原本莱特宁哥想要现在就决定出人类和AI的命运 奈何自己这边先折损了一个战略 为了破解汉诺的病毒和重塑温地的身体 莱特宁哥只能带着麾下几人撤退 游坐和尊哥紧随其后事要夺回人地 汉诺骑士原地不动 左领导表示来得匆忙忘记带滑板了 反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正好可以让伊格尼斯去自相残杀 与此同时 宋公司收到了汉诺骑士发来的消息 毕竟打扫战场太过麻烦 还是让宋公司的手下去收拾残局吧 此刻回到主要场景 小黑和游坐从莱特宁哥的话语中得知 当年在战胜亡灵后的拯救了游坐的数据风暴 就是莱特宁哥为了让他俩拖住左领导打出的伏笔 也就是说在汉诺塔大战的时候 莱特宁哥就已经开始进攻电子界了 而因为腾不出手对付汉诺骑士 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游坐 剧情至此介绍完毕 嗅觉灵灵的放羊娃带着搜公司的两个手下袭来 咱说就这群家伙 哪个是你们能打赢的选手啊 看着快要被彻底侵蚀的温帝 莱特宁哥让鲍曼去阻击プレメ卡 派出一群小兵去拦住放羊娃等人 毕竟那群人还没有资格和他们交手 好家伙 莱特宁哥真是恶魔呀 只见鲍曼趁机拦住了游坐 三代的他恢复了全部的记忆 而鲍曼其实是莱特宁哥制造的 伊格尼斯的三代进化体 第一代是这群小兵 第二代是鲍曼的弟弟哈尔 至于鲍曼则是成功后的伊格尼斯进化体 就像小黑以游坐为原型而诞生一样 鲍曼其实是把游坐和小黑一起当成了原型 而说白了就是拿游坐和小黑练手 不断地汲取经验 直到超越游坐成为最强打排人 而没有排影的游坐因为一高人胆大 决定在和鲍曼的第三战中 彻底解决掉这个不稳定因素 咱说不是要就草哥的弟弟吗 都和鲍曼打两场了为什么还要继续